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ABC 錄音時大家都猜不到我們 錄音時是星期四 6月20日下午大概3時 為什麼我們為了大家連工都不回來錄音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滾動呢? 所以歡迎大家收聽我們財經ABC 正所謂有港理台 沒有窮人 這次下午活動臨時很開心 我們先看看我們的粉絲 有陽光之下活動 美湖指數到105就強了0.5 很厲害 很狡猶 零四下午活動 不過這幾天都在105上 美湖指數轉強 應該是包工說減得一次 與其他人相差得遠 還有其他的護士 這個星期 這兩三個星期 歐洲也說頂不住要先減息 加拿大也說要先減息 總之主要貨幣每個都說要先減息 那大家水鬼鬥水兵 那你就享受一點 是的 歐元如果要減息弱一點 那真的很大支持 對匯指數 另外這個10年債息很神奇 就去到4.25 其實這個也維持上個星期 整個大支持 所以上個星期的水平 繼續維持 都是比較低一點的位置 可能跟聯儲局做事也有些關係 不是聯儲局是美國 聯儲局是這個劣財政部 沒錯 你上一集就說了 財政部又回購 所以10年債息 因為回購之下 10年債券的價格就上升 所以債券的息率就降低了 不過當然也不知道是不是有關 由於這麼多錢 就湧去10年債券 所以美匯就更多一個理由 再踢上去 嗯 然後 這個原本這樣的情況 美匯強 金價應該也沒有運行 但是金價又升了20元 升了一格 比上次看 純粹是二三頭 變成中間 近現在 所以呢 就看這個款 美元強 不是因為它很強 而是因為其他人很弱 市場呢 還在看著 其實美元 對其他那些 不是 currency 對其他缺魔 都是不是太好的 是啊 那麼 Bitcoin 這個Bitcoin 是很嚴重的 有沒有看到 嘩 市場沒有錢炒Bitcoin 這樣回落 5點幾個巴仙 這個是一個月以來 8點幾個巴仙 對 因為像穿過7萬以來 對 接著呢 就是大幅地下跌了 這個 6千元那麼多 都10% 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 和這個呢 可能和這個 加息有關 就是保持住息口 對 保持住息口 對 有關的 但是呢 這個 金價呢 就被保持強勁 反映到政治的動盪 你看看 這個星期的新聞 就知道的了 到市 好了 哎呀 這個厲害 這個美股 這個美股 一個星期之內 都升了1.幾% 好像白街一樣 每天賺 真的 不過呢 這麼多錢呢 回到6美元區呢 這個股票呢 都正如來講 真的要旺的 是啊 那 接著呢 這個港股 這個恆新指數 都是 跟回 不過呢 有傳聞是說 這個中央出手 才升幾百點啊 上天 這樣的情況 嗯 不過呢 就正如來講呢 都是昨天 星期三的那天 就一天搞定了 過去五天的升幅 是啊 原本銀藝符 這樣的樣子 這個呢 這個這樣的市況 非常之詭異啊 那麼 有人想 這個港股樂 這樣 中央就頂住了 維持著價值 和信心 這樣 那你看看 這個日本日圓 這個日本日圓 都是去衝擊 這個底線 真是可憐 去回158附近啊 哎呀 整條街啊 包括自己 日本裏面 自己的人 都猜他 160 只不過是中間站而已 有排水啊 是啊 上個星期 我們Cover 那個日圓千山說 江宇 又不可以經常做 就算做 都是有限子彈啊 這件事啊 更何況 日本仔 長期的工業 是一定不行的 以他一個沒有資源 連工業 現在都衰賣的 我真是不知道 他怎麼維持著自己的貨幣啊 是啊 油價明顯 再轉強 都兩元 八十一啦 八十一啦 哇 很緊張啊 當然啦 中東局勢這麼緊張 是啊 似乎 好像明朗一些 不知不知 準備下一局 第一局就差不多完 這樣啦 這樣呢 這個油價呢 其實呢 如果去到這個水平呢 想通脹受控都難了 之前七十幾頭 我們都說有些希望 維持著 誰知道呢 彈花一見兩個星期就沒有了 這個通脹受控減息 都看來都不用想了 如果再這樣走下去 是啊 再這樣走下去呢 這個通脹受控 只得這個財富毀滅一途 我看來 沒錯 沒錯 是啊 他其實就很不想用財富毀滅這招 人家財富毀滅就無所謂 是啊 那他搞不定毀滅自己的財富 開始抗表了 是不是 是啊 我看過這個位置之後 我自己都嚇倒了 哇 大哥 竟然不是縮表是踢上去 哇 不少啊 三百億啊 整個 哈 真是大數 這次都挺手鬆的 是 我不是三百三十 就是看錯了一架 不過呢 就是 下一開始抗表了 啊 又說自己用自己的錢來回購的 是 那這個隔夜錢呢 其實啊 啊 都是啊 接近低水平啦 唯有這麼說 啊 都總是怎麼燒都燒不走 這三千多億 各區趕去美債道 都是怎麼搞都搞不定 都是始終都死都不落答 有人這樣 好了 看今天星期的故事了 我們上個星期看過這幅 是威係世世的耶倫 簡直是耶倫 回購國債圖 我們上次講完之後呢 就證明了一早已經有計劃 有組織的決定做事了 但是這幅圖還有一個玄機啊 各位觀眾 又在哪裏呢 這個玄機呢 都是上次幅圖 但是呢 五月頭的時候呢 當然你看到那幅圖 全部都回購一些長債啦 三年以上都叫做長債 就是 有沒有人光顧都堪疑的 似乎 而另外呢 就是 你發現有個日子 這個日子一直到七月幾 這個提示是非常之大 那意思呢 那如果說聯儲局真的減息呢 那些長債的人都爭著要的嘛 你說是不是才來的呢 沒錯 沒錯 是的 但是現在呢 想著 想著 財政部自己頂來做市 頂到七月底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七月底 就一直有地方買著那些長債的了 那個債息也不會怎麼下 意思就是說 就是 七月底之前都要他自己頂 就是他遇見到這條街沒有人要長債 就是說 減息呢 你不見八月都不用想了 完全 那意思是 其實一早已經有信號啦 但是呢 我看到觀眾心水清辣 但是呢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看別人的手影的嘛 我們這個財經ABC 是個個大戶都當是呢 減了息這樣炒嘛 沒錯 尤其是巴菲德買那些財險股嘛 財險股整個板塊上升 那這個呢 偷看答案的人呢 和財政部的動作呢 就是有些 相反 可能巴菲德都只是頂這個財政部頂一頂 會不會這樣頂一頂都算 都要吃啊 這麼少都要吃 就是這樣了 因為它 吃的就吃一下石油那些啦 哈哈 是啊 我們現在看到它做什麼了 那零售銷售呢 5月升0.1 這麼多 就說 加上通脹啦 應該是 應該是那些就這樣免數而已 即是熟啦 怎麼都是 沒錯沒錯 其實呢 零售銷售呢 星期間是0.1 那麼少呢 第一 這個這麼敏感的數字呢 就像是一些做出來的數字 還有呢 如果這個零售銷售銷售 假設不是計算是real rate的話呢 其實就是縮了 是啊 大哥 這些是卡10卡你 12月減是合理啊 那我頂你12月減 不如不太好減 那我就跟你說了 你不要去死 10月減 不減啦 吃招啊叫它 等到2% 你真的不用想了 你看完尤家 再看今個星期的故事 都沒有希望 這件事完全是 這樣啊 因為呢 其實我們說減息 我們不是很大 我們其實呢 上年或者年頭的時候呢 看它連中國那些要減息的原因 是因為美債沒有人買 我們強調一下 我們看到美債沒有人買 它沒有辦法才減 那麼你財政部呢 竟然這樣做市 以及控制回長債的新發行 等於那些保險公司在那裡 多叮叮那樣 多叮叮那叮叮自己做賣 那麼搞法呢 那麼它可以頂到 一時三刻的這段估計 是不是 但是頂得久都不會了 但是呢 完了這一轉 這樣頂國債呢 那麼 下次大選啊 即是接下來的年尾大選呢 那麼下屆總統哪個都 都膽盡量絕的了 看來什麼都沒有了 應該是吧 都還有啊 這幾厘息去減的 是的 竟然留回子彈 還不減 是不是熬薑呢 留回來 好啊 這個Logan 他就說 嘿 慢慢看啦 那他又不急 沒有迫切性 經濟又好 是不是這樣說 股市又好 我都看不到怎樣的 要減息 跟何況通脹還在 是的 那麼更加沒有 就更加不對 那麼這個呢 Wafel Bostick 這樣呢 就是呢 爆大鑊 她老婆原來 跟人家做資產管理 九幾年的時候 你知道她老公做這個 連儲局幾時減息都知道 是不是 那麼如果做基金經理 就簡直發達了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啊 嗯 但是這件事 不是老美一向出現的事情來的嗎 我們這麼精明 才一早發現 其他人都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也是 他們一早知道的 這些事情 好了 是兩年前開始才要公佈 和不准炒的 就是要申報的 那就是聯儲局的人 那就是聯儲局的合法 是啊 聯儲局的人就不准炒的了 就是炒賣 但是這些告議員仍然可以繼續的 是不是 是的 好了 接著波士頓聯儲銀行的Susan 就說 喂 未適宜減息 不用說了 所以途徑全部都是這樣 總之這條街道就當作是要減息 這樣炒賣 但是聯儲局從來都說 我不是減息的 喂 但是李老闆這個美股這次升上來 是說減息 就是上年底開始 合水來的那一刻 大佬 那條街道當作是 那條街道過失調了 那你現在忘記了 你當時為什麼 上年底開始落搭了嗎 你忘記了嗎 哎 那市場正在說什麼理由 好啦 祝你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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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適宜減息 那 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說減息 我看不到為什麼 除非經濟不行 你看這傢伙不知道有什麼 這個 Grager 一如他所料 遲些才減息 通脹仍然甚高 啊 這樣呢 但是就在回落 經濟情況又向好 是不是 我怎麼看呢 假若情況持續好轉 年底又可以減息 不是惡化才減息 這個人到底會不會 的 好啦 那美國五月工業生產高預期 當然是很適合 是不是這樣說 產能施用18.7% 我猜到他這麼高於預期 他新的芯片廠要動 哦 又是這些原因 啊 對了 跟著呢 有件大事你分給我 這個我們之後再說 明天 好啦 至於啊 我們中國富豪 你不要慎了 你說什麼 這麼多旅客來都旺丁不旺財 幫足你的了其實 只不過呢 人家有錢了一段時間 消費習慣都改變了 A軍 沒錯啦 剛剛有錢呢 就穿成一棵聖誕樹那樣 但是呢 如果是有水得久的話呢 其實是越來越低調的 是啊 如果又回落 年紀的觀眾應該會 見過這樣的事情 我也見過一個 同事他經常買名牌 包包的少女 但是當他買了兩層樓之後呢 他就完全不買包包了 而且覺得包包很麻煩 又要發霉又要抽濕 又要修補 他簡直覺得是負擔 精神的負擔 開始獨棄這些事情 那你試過才是笨的嘛 是不是呢 等同呢 我們年輕的時候呢 又要考什麼事啊 又要考什麼事啊 然後呢 現在那些事情 突然又要交年費啊 那些 你沒有去到那個境界 是不知道有什麼問題的 是啊 所以呢 這個內地的朋友一見到 知道我們是港人 因為我們港人不上是穿什麼 或是穿什麼 有聽過嗎 技術球鞋拿著背包 是啊 因為這個是最適合行動的裝束 沒錯 好了 美銀子庫存 若急增第三季油價跌 你不如說 俄羅斯等錢生油價還跌 你這什麼如果 神經病的 他在說什麼 是啊 如果 他說最近原油的 庫存不合 季節速度上升 當然了 你減到七十多元 別人都覺得沒理由 當然不賣給你 大哥 是不是這麼說 對 如果市場很行 你不用去減息一下 如果 第二個原因 就是原油的 在老美的洗費 就不似乎 別人的車都沒有錢 駕駛了 你自己說 沒錯 沒錯 好了 麥當勞和IBM 結束外賣 AI點餐 神經病 你已經是麥當勞了 人工夠便宜了 還要搞AI 是不是瘋了 A君 芯片這麼貴 AI那些 你說了 芯片和一部機的保持 應該會比人工貴 那麥當勞就不要搞AI 就是神經病 其實他不是普通外賣 什麼都加AI兩個字 我想 估計那些人會叫什麼 好像Google search 但是問題是吧 大哥 不是 有關測試相當成功 但是為什麼不做 算不算 那些人是弱智的 那些人 好啦 是不是AI什麼都可以呢 AI用來replace 高薪的工作 你replace 麥當勞有什麼意義呢 暫時我們沒有去到AI 那麽便宜的位置 去replace所有工作 換句話說什麼呢 就是 高需求的工作 會被AR replace 低需求的工作 是不會的 哈哈哈 有些倒垃圾 數字 反面諸行倒垃圾 是啊 美國 會上條 本年到財赤 預測2萬億 我都說 過一萬幾億 哪個都要花 你的登神 還不馬上踩爆這個 踩爆這個 可能最後幾個月掛錢 一毫子都留給特尼普 反正都選不到 是啊 如果到他這麼不好 所以自己選到才再選吧 是不是 就加稅了 他已經說了 更何況還有少少息口 可以給自己減 有道理 高盛都覺得很好 今年年底 股票升到五千六 還有百幾點三百分 頂你3% 你買國債算 還跟他拼命 是吧 其實有沒有發現 最近大行 無論是港股也好 對美股也好 都挺 抗議的 即是說唱好 都唱得一、兩% 是啊 你最離譜的就是唱港股 你講的數字已經過了 是啊 我怎麼知道被中央夾夾的 NVIDIA每天都升 一分 終於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公司了 好厲害 上市師姐 是啊 百多PPE 好厲害 是啊 但是這個生活的應容 說得這麼厲害 看看怎麼樣 馬斯克他扭計 終於扭到這個股權了 因為這個扭計的花紅股份 其實是由港大市民小股東 也有份負擔的 無所謂 那麼72% 股東支持特斯拉 發股份給港鐵俠 那港鐵俠 收到的國防部合約才會扭過來的 有沒有想過 那你真的生意都沒有 是不是 真是非常之 立於不敗之地 港鐵俠 那不非得呢 就是這樣 竟然每天都買石油股 我們上星期提過你了 雖然上星期說 石油股已經到了一年高位 無論中國的石油股 美國也是這樣 沙特那些油股更加上市 但是油價是很低的 都是七十多元 是不是 那他就告訴我 油價還可以上升呢 這個應該比較明顯 為什麼會有這麼一連串的連動呢 我們看看 這個前財長說 特尼普呢 其實他的說法 終於跟我們很久之前說一樣 特尼普做關稅 不是這麼英雕 那些貿易戰 他選舉的時候 答應了減企業稅和入息稅 但是減完之後 發覺沒有錢花 就唯有加關稅 中國入口 出口最多老美 加中國關稅 就最快收到錢了 就是這麼簡單的 整個故事 所以呢 我到現在就忍心一點點了 說打貿易戰 其實是大家很有默契地 就加少少關稅 讓大家的政府也好一點 是啊 有可能是這樣的 因為個個都沒有錢了 又不能加稅 是不是 那沙特主權基金呢 他很明顯是沙特特分散投資 是 這個老英真的什麼都可以賣的 你有沒有發現 嘩 在機場也賣賣 好像在那裏下機 是啊 應該是一個重要的資產 竟然買入37.6%的權益 那這個時間都很難說的 其實這個時間 估資營的市場夠衰 他買完這個 應該價錢也不太好 但是呢 不過這個希斯陸基礎 應該好像很多飛機去中東 印象中 也不是很肯定 總之 我猜不到 連這些主要的資產也賣賣了 什麼都可以出賣的 英國 是吧 這個大卓爾夫人 這個私有化資產 這個機場也賣賣了 但是沙特呢 投了去英國 就是 你拿著美金 老米 只給你買這個 只給你買這個 美債 啊 或者升到 不知多少 那些 隨時會想的比股 沙特計落都不對勁了 啊 等等 那這個波音 死了兩個 吹哨的人 還有人跳出來 是不是那些人這麼勇的呢 為什麼 為什麼 那些 對這個 陰波的那些人 死訊率 100% 是啊 不知道這個 不過呢 這次呢 都看回了 整件事件來講 陰波裡面 那些員工就很氣憤的 例如就是有些廠 怎樣搬過去 又或者之前收購合併員 收購合併員 反而是被收購的人 就上位 但是呢 無論是誰上位都好 到最後呢 都是每一個CEO 都是做一件事的 什麼事呢 就是看著一盤數 例如 有錢證嗎 我不搞R&D了 我搞回購 是啊 還有啊 最好遠離一些技術人員 那你們有什麼前線的問題 就最好 傳不到去我 我想著怎樣做幾盤數 這樣 是啊 然後用多些AI 用少些人 比如這樣 用多些機器 隨便找些低技術員工 這樣 所以前線的人 就說 那些配件搞不定 他們一句就說 聽不到啊 你繼續做吧 有個個呢 就在這裡 找些次級零件 不行的就當行 還有啊 那些員工呢 據聞呢 開工的時候 有不少人在那裡插東西的 是啊 是啊 每個人都插到沖上雲傘 去做些沖上雲燒的東西 這麼大件事 是 所以這麼多天就舉報了 好 好了 接著 日央行就說 利率走勢影響 經濟和物價關鍵因素 媽媽是女人 啊 真的 不用你說 對通脹的影響 日元疲弱 對通脹的影響更大 更持久 因為已經加薪 說加薪 就不對的 這麼說 那要加息 這個連環出口術 或者7月加息 但是我們一開始也看過 這個日元 日元的報價 都是一般的 更何況呢 你不要說我 他就算加息也好 他就算加息也好 不是又是長期和主要貨幣有息差 但都交不了 你說這就是重債的問題 老美將來 如果債很重呢 結果就是他有通脹都加不起息 所以另一種 導致貨幣要壓著跌的一個因素 結果也是輸了貨幣戰爭 對 對 接著 所以的價值是怎樣 日本厲害了 5月出口我年增13.5% 這麼強勁 這麼慢 你也猜不到 主要竟然向中國出口增加18% 因為晶片製造設備被推動 這麼積極 噢 其實以前我們經常說 那些什麼汽車 那些家電那些 他真的沒有運行的 但是呢 就多給他一條路 就搞晶片那裡了 是啊 那這個都要多謝美爹 是啊 還有呢 先說呢 荷蘭和日本不可以做維持 這個光刻機 那些人大力量買些新貨 原來又是把所有需求 回到那一兩個月 一折三虛那隻 是啊 是啊 然後呢 對美國出口增加24% 這麼厲害 但是歐盟出口就下跌10% 歐盟哪有需求啊 大哥 自己有錢都在這裡買能源 是啊 OK 另外 哎呀 日本豪賭國債勁 那 這個是這樣的 這個呢 就是出售 美國和歐洲債券 因為加息 一路跌 那 這個未變演的損失就巨大了 那決定是斬手指 那斬手指呢 就是要賣這個 五分一 自六分一 這間的資產 那這間銀行應該是很多的了 就五十六萬億日元 這樣 其實呢 如果是前陣子沽貨的話 真的很可能呢 他賣出的債券 應該是最低位去沽貨的了 還有呢 這個是realized的 真是沒有仇報的 是啊 因為他輸得太多 應該不知道 觸發了什麼機制 要斬辣這個 是啊 因為如果未變演呢 損失就2.2萬億日元 這樣 是啊 這樣呢 那佔投資組合的五分一 六分一是很大的 是的 規模 好了 又是一個問題 第一 他是不是做一些危險的事情 究竟 好像是做一些必需的事情 是不是 是啊 美國局債和歐洲債權 正常都買這些東西 銀行 沒錯 沒錯 是啊 但是有巨大的損失 那究竟是否只是他呢 明白 如果是這樣 全世界的央行 或者全世界銀行 都有類似的損失 是啊 不過呢 對 是啊 對 這樣 於是他應該 就算是沽了 也不會賺回 邏輯是這樣 因為 跌了就跌了 應該是現金的問題 或者是減低一些風險 因為數轉 計算資本充足比率更好 這是我們說的銀行體系的重大問題 這樣呢 豪島國就去碰到正常銀行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是啊 他只不過是其中一角 嗯 每個各個銀行都是這樣 不是日本 是中國銀行 香港那些都是這樣 沒有分別的 全世界 所以一直加息 到年尾 第二個check point 就是年尾 年尾的盆數 要不可以見人呢 是不是 去年我們都已經說了 去年無端端 我們中央 都叫做買回美債 都是令到全世界盆數 就更好看 今年年尾就不知道怎麼搞了 是啊 由於風雨飄搖 你還想銀行體系更加穩陣 做得更少 生意更加多股本 當然不行了 巴塞爾3 又延後上路了 又是搬農門 繼美國搬農門之後 其實歐洲的銀行都搬農門 遲些才做更加安全保護存款 巴塞爾3 那現在生存都成問題了 還要加強一些Buffer 是啊 我也說過 股市這麼高 都不做 那在等什麼呢 是否等政府出錢才做 可能真的 歐洲的銀行真的不行了 是啊 這應該是全世界的問題 正常都死了 那法國亂局 好像很大件事 威軍 是啊 法國呢 選完這個歐洲議會之後 結果呢 右翼當道 跟馬卡洞 非常之不妥 結果馬卡洞就玩了一場豪賭 提早大選 看看能否賭得贏 賭得贏的話 就可以力壓回右翼那邊 但是如果輸了的話 接下來就變成閉腳 等運到那一隻 所以這次都可以說 為整個歐盟 或者歐聯圈區 最大的其中一個經濟體 應該是第二大 添加了一個非常 不明朗的因素 這個是方向性的轉變 所以有些人就不和他玩了 對 對 畢竟是賭大選 連自己 當事人都不知道自己賭不賭得贏 旁邊的人更加不會賭 對 那歐羅對美元錯0.64% 那美匯指數上升的原因呢 對 所以不是美匯特別強 而是歐元特別差 對 對 接著 以色紀錄顯示 加央行討論 7月才減息 雖然上星期說減息 但是根據我們今集一開始說 可能跟回老美也不去看7月先 到最後還是不等了 都是這樣 都是自己先減 沒錯 加央行尤其是這麼弱 這些全部都是自己先減 有人說 有些人開始減息 那些企業就開始看到曙光了 企業債容易發行 就是人們在看減息 那些人就開始不死了 那這個世界的每月有個位 有些人開始有錢 那老美再加高息 夾死人的機率就越來越低了 譬如加拿大的公司 可以借錢出來拼購 你又不行 那譬如這個 上個星期還有減息的 除了加拿大 還有歐盟 那些公司又可以借錢 又衝出來又拼購 那老美加夾夾來做什麼呢 就是這樣 總之貨幣的匯率 那就是華智利 最重要是旺一旺場 對 然後另外 以軍暫停軍事活動 打打打打 現在停了 那這個星期 應該最重要就是這個 嗯 但是內塔利 無不接手 繼續打 但是 你好知不是一個人說事 已經停了 已經 還要搞笑到 是說 那些軍部 是自己私下去 下這個命令的 是的 不再聽了 他們都打不下去 難道是這樣 嗯 是知道自己 打不贏下去的 我以為 手軟了 是啊 他手軟的原因 是因為知道自己 打不贏 我怕手軟就打不下去 那又何苦呢 然後 這個戰時內閣 只不動部隊之後 就解散了 這件事就要講講 背後的政治背景 戰時內閣 就是三個傢伙 內塔利亞胡 金慈 還有另外 都是跟利塔利亞胡 一樣都是利庫德集團的 金慈就是什麼傢伙呢 就是長期不妥 這個利庫德集團 而不妥的原因 就不是因為他們心狠手辣 而是因為他不夠自己 想像中那麼心狠手辣 所以他離開了 好啦 那次你說 離開了一個非利庫德集團 剩下兩個利庫德集團 會不會是打散? 原來剩下兩個利庫德集團 他們是在朋友底下 鬥了幾十年 想你死 所以其實這個戰時內閣 三個人 都是原本 一個不是自己有 一個名義上是自己有 另外根本上是自己有 插自己有 所以三個都在這裡 打生打死了很久 但是三個都乒乓到一件事 就是一定要打下去 但是打了這麼久 又打不成 結果前線就告訴他們 我們暫停一會 可以嗎? 哎呀這樣啊 對了 就是這樣 今天講到這裡了 好多 又是那句 深呼一下 深呼一下 就是剛才的意識列 這件事 很重要 另外 也有可能是沙特 聽說不僅僅 全民中 唯有說全民中的石油美元 合約不續簽 連上星期 燈神說 快要簽到 快要簽到 防務協議 都簽不到 而引致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可以把沙特 拉到老美和以色列的集團 以色列在中東 就四面坐過 再打恐慌死無葬身之地 這樣啊 嗯 所以油價應該要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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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壓低油價 不行呢? 唯有走資產毀變模式 所以你一定知道什麼時候減息 因為必定見到股災 唯有是這步,不是怎樣做 還有其他,頂不住的國家 就開始自己動定了 會不會倒逼到老美都可以減息呢? 這個機率,A君認為不是那麼高 但肯定那些國家減息後 突然之間,如果負責上升 那就真的不知道他們了 所以今年到現在 那些主要的市場 那些的息口政策 可以說是亂作一團 不知道怎麼辦? 最後就是 耶倫依的做市回購安排 後路機 你不見八月也不用這樣 耶倫依的回購安排都跟大家說了 所以大家要記住港理台 正所謂有港理台 沒有人 沒有人 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明天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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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